11月2日邓伦工作室就部分网络用户事前侵犯邓伦名誉权发布律师声明 以起诉至北京市海电区人民法院声明正文称 多个微博用户恶意针对邓伦先生 时期发布大量侮辱诽谤言论 邓伦先生已委托北京兴权理财师事务所取证完毕 正式将相关网络用户起诉至北京市海电区人民法院 工作室还债出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票据 据悉 近日有一些网络用户在微博发布关于邓伦的不实信息 包括一些人身攻击诽谤侮辱的言论 影响较为恶劣 最近热播剧集项面神城就如双获得网友广泛好评 其中的男女主角邓伦和杨子也受到广大剧迷的关注 人际暴涨 加脚两人合作多次 缘分不浅 也能不少剧粉 纷纷希望二人在现实生活中也能在一起 但是两人不管是采访还是微博互动中 始终称呼对方为自己的好朋友 界限化分十分明朗 令不少粉丝失望 近日杨子硬死关注了邓伦 但是当轮便没有回关 于是杨子又取关了